牛皮癡通常在手肘、膝蓋、背脊、髮線的位置 通常我們看到紅色斑塊都很圓 也會脫皮皮很乾 有時都會有痕癢 那些皮癡在斑塊上面是一塊一塊銀白色的皮 很厚下的 濕疹通常的形狀就是有紅疹、有痕癢 有時病人都會撈損、有些分泌液出 而分布的位置通常在手的內側、腳的內側、頸部、面部都會有 俗稱牛皮癡的銀癡病 在香港每300人就有一個是病人 這個病並不可見 發作的時候 跟濕疹一樣令人很困擾 最差的情況 我想你拍一拍頭已經好像落雪一樣 我當時跟我太太睡覺 我自己睡一個睡袋 基本上你一打開倒出來 有些皮疹 即是不敢出街 基本上自己好像自己 糟了 這樣好像不知去哪裡 又怕真的遇到歧視的目光 經常性都是不開心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銀癡病會傳染 很多病人都有被人歧視的經驗 也有聽過有些病人 譬如說他身上有很多紅色斑塊 零售好去買衣服 別人不讓他入更衣室 亦都要跟大眾說 知道鈴癡病是不會傳染 是不會惹人的 這個訊息都很重要的 鈴癡病是一個自我身體的免疫系統 出了問題的病 會影響到身體裡面的T細胞 就會有一系列的發炎因子產生 之後就會令到皮膚有剛才上述說的變化 第一 常常說的就是會影響到有關節 很多時候有些病人都會有銀癡病的關節炎 統計來說大約有四成多的病人 都會有出了皮膚之後 再會發銀癡病關節炎 例如手指關節會腫了痛 又或者會有尾龍骨的位置都會有痛等等 如果關節不是不及早處理 有機會關節會變形 會受到永久的破壞 通常我就會跟他說 要盡量做好自己 盡量將自己的鈴癡病盡量控制得好 原來 鈴癡病有多種治療的方法 傳統治療包括外溶藥膏 口服藥物照燈治療等等 不過有些方法 例如口服藥物 可能會影響肝臟和腎臟 如果各種治療都不見效 現在我們常用的是一些生物製劑的藥 Jay接受過生物製劑治療 他說打針後第二星期 已經好轉了五六成 基本上我頭部和頭頂 皮膚已經沒有痕 沒有落雪 頭已經開始好 之後再打針的話 手和身體開始退 到最後是雙腳 因為生物製劑好像標靶式去控制人士病 都是一些針劑要打針的 副作用有幾樣 可能是打針的位置會有些反應 亦都因為生物製劑都有某程度 是會壓抑了病人的免疫系統 有機會是會令病人感染的風險 是稍微增高的 例如一般的上呼吸度感染 或者一些鼻竇炎的感染 那堆這樣的症狀 換一句話 0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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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